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氏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王永永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说说这些人令人相当担心 不理这些普通民众的安危 什么事呢 原来美国联邦调查机构 近期调查了 接近五千名 接近四千八百多 接近五千名的飞机师 原来有人门报 怀疑有人 医疗记录是不实 一面向飞 一面向飞行当局 因为他们要看见 有些人 还用假的报告出来 他们一面向飞行当局 医疗身心障碍 会不会搞出另外一宗 对了 你明白什么事 很严重的 一面就是 缓步身心障碍 但是继续开飞机 作为他们的事业 一面 又是借着病情领取 退伍 是残疾福利 而相关的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人应该就不适合再飞 这华盛顿 华盛顿邮报的爆料 现在 他们通过 访谈还有掌握到的文件 看到一件事 被调查的机师 都是退役的 飞行官员 即是退役军人 台湾的飞官 退役的飞行 军官 他们就向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就说自己身体状况 能够负担飞行任务 不过 就没有依法律 通报自己 现在领取身心残疾 相关的退伍军人福利 美国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调查显示 两年 多前 原来 就有这个叫交叉对比 因为他看回其他部门的资料付 一看就吓吓 不过这个联邦 航空总署就未将细节供诸 于是可能就觉得 有些东西都是给你几分薄面 你自己认了他 联邦 航空总署的发言人 叫Mathie Lee 他就说 我们的确 有大概4,800多名 可能涉及 医疗记录 提交错误资料 或者是实情不报者 他们 目前 一半案件已经查完了 5,400多名 证明了是真的有人出事 因为他们已经下令六十多名 的人士立刻停止飞行任务 因为 他们 如果继续飞的话 将会有 空中安全 的危机 另外官员也说 接受调查机司里面 六百多名是有 驾驶民航客机的执照 其他 多数应聘就是开货机 或者是为 企业 客户 还有是旅游公司 商用执照 都是危险的 专家说这项调查也突显了 联邦航空总署用在筛选飞行员的医疗系统 长期存在巨大漏洞 没有通报 健康风险的数量太大 已经对全美国的 飞行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虽然机司也必须定期通过 政府委托的 这个叫做 健康检查 但是 这些检查原来 很草率 原来 有医生也透露 联邦航空总署在诸多 一些 病 好像是 创伤压力症候群等等的病 很难查出 病症 当然 这些可能 如果一些机司 心情不好的话 真的会出事 你刚才说马航 日二次 原来 他们机制是什么 不用担心 你们自己报就行了 自己通报 如果他们隐瞒的话 那怎么办 现在就是有了 就是有了 现在已经 累积到近五千名了 老师 是的 除了是心理 还有是生理 也有病 那你又死不死 其实两件事都糟糕了 虽然 机司就要连检 但是你这么草率 真的不多 这些联邦航空 总署的医生 以及 一些官员 也向 西媒说 很多退役的飞行员 是玩两面的 说给联邦航空总署 就是 最细化自身的病情 希望继续 炸飞机 本来病情很厉害 但是面对 你明白吗 就是 保住份工的时候 就把自己病情报得有 轻的轻 但是呢 拿钱的时候 这个 退五军人事务道 是 领取津贴福利的时候 就有那么大 哦 自伤矛盾 就是 两个部门没有通 现在才知道 你都挺留下 真心的 是 是 领取退五军人福利时 就夸大 身心的病情 就希望你尽可能 拿多些 这个补贴 或者是 一些 叫做 援助的 这些 翻查 相关的联邦合约记录 亦都显示 联邦 航空总署的 航空医疗办公室 去年 原来就是 撥款360万美金 请医学专家和相关人士 重新检查近五千名 对 大众飞行安全有巨大潜在风险的人 看看他们 究竟行不行 认证过才行 美国退五军人事务部 他们在2019年展开相关调查 当时已经怀疑 为什么这么多人领这些东西 当时已经怀疑 有机师可能 是不实 或是门报 一些身心状况 是诈骗 领取 一些相关的 补贴 或者补助金 在交叉对比之后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一般来说 都是大家联通的吗 这些消息 没有 就是这么奇怪 发现原来三分之一 说这些谎话 都是商用 不是啊 是美国大概三分之一的 商用和民航机司 都是退役的 飞行军官 我觉得这些 是整班行家 称之为 应该都知道 大家知道 你敢领补贴吗 他们很棒 一边做机师 很高兴 一边有身心相残补贴 又拿到 这些有没有法律责 如果真的查的话 应该是坐牢才对 是吗 责属于门报 或者诈骗 当然了 之前的事件也有很多 包括 你们马航那件事件 刚才提过 那件事件非常严重 之前还有 德国廉航 日耳曼之翼航空 一架飞机 在阿尔卑斯山附近 就毁了 亦是相关的事件 机师 身心不健康 搞成这样 讲开 他们这些机师 挺和味 但是在台湾 很多人就做流浪机师 你有听过吗 流浪地球有听过 流浪机师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 什么是流浪机师 不是 我说什么是流浪机师 现在是一个大问题 原来 民航机的机师 在台湾地区和很多地方一样 都觉得是梦幻职业 不少 是想做飞行员的民众 你知不知要付多少钱才能考到 市费 过十万 新台币是两百到三百万 如果违反欧币 实际上 十匹到十几 十匹到十五匹澳币才能考到 到我们美国和澳洲 澳洲其实都几多是飞行 我家附近都有 不过是那些民航 那些小型飞机 多个人 不过 我觉得不应该 花点钱去买个牌 因为考过牌 买个牌 因为都没什么时间 可以拿到 也没这个钱 取得商用航 这个叫 驾驶员 执照 叫CPL 之后 再次回到赌内就向 航空公司投简 不少近年来被录取受训的机司 事实上是很少人可以拿到 因为本来机司这个行 这个行业都不是聘请那么多人 就说人数太少 反而 他就说 台湾有样东西是这样的 外籍机司比例大幅增加 但本土人他就不喜欢 也符合 在做自己的梦 哦 是的 我之前看到一个KOL 他也是这样 他就去美国训练 其实也是花了 过百万新台币 不行 怕不怕事 因为台湾有一家新的航空公司 他以为可以 结果 原来也有些 是台军退役的人去做 跟美国这一样 在军队退役 做一份 事实上他们的 经验是否多呢 是多的 比你也可能会先聘请那些人 但是你投入两三百万新台币 去这个飞行学校考取 CPL商用 的飞机飞行驾照之后 其实是不是等于 就拿到 航空 机司的入场券呢 其实 原来是这样的 有机司就接受 这个台媒访问时 都挺惨的 他就说 原来他考了 他是pass了 但是 他也都说 多数的投减力都是石沉大海 平均一间航空公司 都投了三四次 他说 七年来 七年不断地投 之前曾经在民航公司服务过的机司 近年来 虽然 这个 国际航班 就是越来越多 台湾地区 但是 因为 始终都是 请外籍人多些 为什么不是照顾了本地机司 因为他们 不知道 因为近年来航空公司 是 本地机司招得越来越少 他说的 这个 这个受访者说的 好像 长泳 只有两家 你也说不了 台湾 你觉得只有两家 长泳 长泳的外籍机司 已经有320位 华航 华航 2022年招 报的机司当中 外籍 的 机司 就是31个 但是 本籍 就是台湾地区 没有自己 只有11个 更加没有一位 是自己 就是刚才说的 给两三百万新台币 这叫自训机司 就是自己出钱 是搞的 这些没有 这个桃园市机司 职业工会的 理事长 李信燕 他说因为 目前的 法规 还是规定 只要招募一名 培训机司 就可以 招聘2.5位 外籍机司 这样吗 哦 即是 你有一位本地的 你就 有机会 找到2.5位 如果你招聘两名 就可以有五个 外籍人士 那就造成 航空公司 愿意培训机司 而不愿意招募 这些机司真是挺个人 愿意培训 但是不愿意招募 即是 制度 很奇怪 不是应该本土优先吗 因为你民主进步党不是很喜欢 什么都说本土 结果不是 是外国人优先 不过都符合他们 可能造成航空公司 愿意培训机司 但就不愿意招聘了 据有这个执照的 驾驶员 进去 直接培训 令他们 入 这个 航空公司 之后就再招聘 外籍机司 其实这部分 大家都知道 其实对外籍人士是有优势的 考了这些机司 当然也有人说 现在这样的时势 你就不如直接说不招 他又不是 因为你始终也有少数进入 是吧 你去美国 澳洲这些训练 不过本地人都觉得贵 何况是台湾地区 原来 学习驾驶 单罗船长和商业罗船长的小飞机 取得CPL商用飞机 飞行执照之后 必须再要累积 在250到300小时的飞行时数 才可以报考他们 那些长榮和 华航两大航空公司的 机司资格 幸运地顺利考上之后 地面课程会将 之前的CPL所学的天气 飞行原理和法规 发规 还有公司规则更加深入了解 接着再分 机司 队伍学习特定的 这些 器材和 一些不同的 环境 都要11个月 不是那么容易 做机司的 因为 谈慎是应该的 但是这5千名人士 真是这么狼胎 你想想台湾地区也没那么流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